哈囉大家好,我是子豐 日前世界盃U15在經過一番激戰後 守下了季軍 而除了這支中 將會有機會出現不少未來中職球員 中職現今其實也有不少的球員 過去也曾經在U15的舞台上 披上過中華隊戰袍 本集就讓我們來看看 哪些球員當年在U15的舞台上發光過吧! 那在影片開始前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的 要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小鈴鐺 還要記得分享給更多人喔! 如果想我去的內容 也歡迎點擊右上角觀看! 接下來就讓我們坐上時光機 一起來看看當年在U15的球員 如今有哪些站上總職舞台吧! 先看到目前最新一批 有職棒球員的2018年U15成員 首先就是現今在旅美之路有好表現 也是目前最備受期待 能登上大聯盟的左頭林玉銘 甚至今年底如果沒有進入40人名單中 他也有機會今年再次披上中華隊戰袍 出戰12強賽事 而除此之外呢 這一屆也有不少在職棒奮鬥的球員 投手就包括了2021年衛權第四子名的吳秉恩 雖然說去年底一度被擺到60人名單外 但後續衛權然然將他簽回 只是前幾個月他才因為傷勢 而進行任代治患手術 導致秋季保銷 而第三位投手 就是台岡在第一年選秀的第15子名的鄧嘉安 至於捕手 則是有2021年第6子名加入樂天的毛鷹捷 以及2022年第5子名加入台岡的廖亦安 而在其他野手的部分呢 也還有一位旅美 而且備受期待的台灣桂莉娜李浩宇 雖然說暫時因為傷勢導致進入傷病名單 但同樣也是另外一個有機會年底征戰12強的潛在球員 而當年呢 其實還是以野手身份參加U15的雙道流吳秀成 後續是以投手身份在2022年第二子名加入台岡 另外董子恩也同樣是這一屆的U15國手 同時也是2021年富邦的第三子名 而同一年第三子名 還有衛拳的潛力壘手李展翼 只是他目前為止還沒有獲得太多異軍上場機會 最後一個當年在U15是以野手身份入選的二刀流 這是上一集小馬就有聊過的林旺希 值得一提的是 林旺希在哨棒其實曾經有一場和五優城交手 並且都有靠著安打建功且站上投手球的交手記錄 而現今兩人都是終止的扭棚投手了 再往前一屆 看他2016年這一屆同樣也有旅美球員 目前在海盜2A奮戰的陳柏鈺 正好就是這一屆的選手 而雖然差一個字 但沒有血緣關係的陳柏鈺 則是忠心兄弟2022年的第六殖民 也是這一屆韋二進入職棒 且當時以投手身份入選U15的選手之一 至於忠心兄弟的2020年第五殖民林吳敬偉 當時入選U15其實並不是以捕手身份 而這也說明他為什麼打擊能力會備受期待 且潛力很高了 至於羅偉傑則是2019年就以第二殖民加入統一 而同一年的第三殖民加入富邦的林勝龍 雖然說現在已經離開職棒賽場 但當年他也是U15的國手 最後就是當年以野手身份入選U15 現今在職棒賽場已經專注在頭球上的徐仁泰 是2022年衛權的第六殖民 時間來到了2014年 同樣也是有旅外國的球員 許基林在回國後則是在2022年以第二殖民加入了忠心兄弟 也是目前忠心兄弟非常期待的一位投手 而這一屆還有一位今年才加入選秀中的職棒球員 陳維祥 今年是以第八殖民加入 已經先以自賠身份加入過的統一 另外一位旅外歸來的則是2022年落選後 以自賠身份加入衛權後轉注册的林辛傑 只是目前為止的控球問題仍然是一大造門 而另外一個落選加入的統屆U15國手 則是2021年落選後加入富邦 經過一年努力才轉注册的蘇偉智 至於當年是野手 加入職棒先是以投手身份加入 但後來因為表現始終沒有突破 而又轉回野手身份的萬昭卿 早在2017年就以第四殖民加入了二天 可惜去年底轉回野手後 仍然不理想最後暗然離隊 統計的最後一位 則是去年在台岡二軍單岡主戰外野手的曾成佐 在2022年的第16殖民 去年倒是其實算是台岡外野很重要的一個戰力 來到了WBSC舉辦的第一屆U15世界盃 2012年這一屆其實有非常多的職棒球員 包括在2019年在衛權回歸第一年 選秀營地29殖民加入的陳良智 但如今他已經離開了職棒舞台了 另外這一屆旅美過後來回到中職 則是2022年的總形容帝第一殖民的鄭浩軍 去年也成為球隊一眾的先發 格局季末能然因為傷勢而進行了韌帶置換手術 導致本技報銷 第三位投手 也是上一屆小馬有介紹過的陳世鴻 而如今已經轉當限定員的林家豐 則是2020年落選後因為捕捉身份 而先以自賠身份加入後來轉註冊的一位球員 之外他還是林戴安的弟弟 再來就是2016年就以第五子民加入富邦的張冠婷 而已經離開職棒舞台的潘洪凱 這是2022年第八子民被中興兄弟挑中的U15國獸 另外當年是以野手身份入選 後來因為投球天賦被受期待 當年是中興兄弟第一子民的陳虎 只可惜時至今日都還沒有能在一軍交出 當年被受期待的表現 而另外一個高潛力 而且目前已經越打越好的U15國獸 則是2015年的樂天第二子民的林承飛 另外統一在2018年第二子民的張偉勝 同樣也是該屆的國獸 最後去年球季結束宣布退休的廖柏勳 則是2022年落選後以自衛身份加入富邦 一路奮戰到轉租策 但去年底突然宣布退休 讓人悲感意外的U15國獸 而在仍然是IBAF時代的最後一屆U15 則是2011年舉辦的 該屆也是有不少的職棒球員 包括已經退休的2014年統一第二子民的陳嘉薇 以及這一屆中旅外過的松文華 後來在2022年第四子民回來加入統一 另外第三個打過小馬也打過U15的 就是已經轉戰了台港的杜嘉明 而另外一個旅美過 今年以眾人之之回歸的張玉成 同樣也是這一屆的國獸 另外當年還叫王玉浦的2016年統一第四子民 後來在今年改名為王定穎 但因為去年進行任代置換手術 所以本季報銷 而拿過中職MVP的U15國手林立 這是2017年被樂天穎第二子民調中的野手 另外一個打過小馬的 就是已經退休的吳國豪 而現在已經退休 在當二軍守備教練的張偉謙 同樣也是這一屆的U15國手 最後就是已經離開職棒舞台的王哲鈞 而同場加映一下 其實U15其他各國參賽選手中 也有出現過不少現今職棒球員 包括日本對2016年的工程大秘以及2011年的田島大樹 然而後來也都是日子選秀第一指名的球員 另外美國則是有2016年的Anthony Bob 以及2011年的Austin Meadows 兩人也都是後來MLB選秀第一輪的球員 其實到了U15也不難發現有越來越多國手 是後來打職棒的球員 一方面也是因為年紀漸漲 實力展露出來的就更容易被重視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注意到 各界都有旅外球員 其實也說明台灣三級棒球的真地實力 真的是不差的 不知道你們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都歡迎在底下一起留言討論喔! 好了以上就是這次 那些打過U15世界杯的中職球員 祝福各位支持的球隊都能一直贏球 另外記得訂閱、分享加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影片喔! 我是子豐 我們下次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也請記得訂閱、按讚加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第一時間的最新資訊喔!